來聽你去聽自己補補LPA 這個標示說這個政府不斷把農民當作賤民 根本就不可以插在人家 你這個票沒夠看 他到底是要抵什麼東西 如果真是關心這個土豆 挑戰這個土豆的人 看這個農民的愛情是他的生活 也知道這個國土英格如何保存 到現在為止 三年半 都沒有 農委會在從什麼 我又說一句 怕你農委會開花 把銀酒外銷的那一十二斤 那十二斤外銷是占台灣銀酒高贏 農委會你三年半 你現在去找他們開花 說銀酒為什麼外銷的失敗 會做不好 剛才沒有銀酒就沒人吃 沒沒出去了 你現在去找人開花 你那時候你明天說 就說大家不要笑話 笑得很好 因為三年半 他調查說台灣有十二斤出口 對啊 他現在才知道 所以你看這個政府到底是萬鈍還是什麼 我認為不是萬鈍 根本就不關心這個土豆 是 這個頭頭主席人說 總統附陶情就三四千的農民 總統怎麼不走出來聽他們的心情就好 一定是很不萬代 對啊 我說西斷兩人 一家心虛 一家就是傲慢 心虛就是這三年來 在國民黨的日殿裡面 在馬英修這場的三年的過程裡面 所以日本都沒有當時農民 我記憶一下 最簡單的例子 在我們中央政府的總議選 民營黨這場的時候 在那九十四年 我們在農業支出 就是正四倍農業支出 是六點九% 減總議選 就一百塊 我們六點九塊 用在農業 在馬英修這場 民國一百年 這三點四塊 差一倍 你知道嗎 民營黨這場的時候 國民黨這場的時候 吵多少 我說他這心虛 因為他對農民就沒有做什麼東西 他如果不要七歲 去故宮 你才不早說而已 他就沒有七歲 十二十二十三 要走下去看那些農民 再來 五頓家的心態也是這樣 五頓家 你看這些學者 進去找他的時候 說吵吵吵五六句 那就是心中 看你們不去嘛 我看你們這些人不去 你們農家的親切用語 不是這樣嗎 我們這裡沒這麼多 你們農家人 你們會說清楚 我們這裡沒水準 沒有啦 去南道都會說那兩年 去南道走這麼久 去南道人家說這樣會怎麼 我們南道人 你人家說看 要用責的 沒有人家鄉土很親切 他說親切用語 我不知道是他們正在用 沒有我們南道 沒有說這麼粗糙的用語 或是他們家人 如果互相加人 你問好都用這個 所以說他這樣拗 是上路一塊地而已 人家說他的口調不好 所以就是說 他說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正案 他說沒有時間壓力 不可以炒帥 不可以炒帥 沒有時間壓力 說實在 剛才你說的 我告訴你 不是滷水蚵要害 我們黑蚵 還有一條黑蚵 你知道嗎 南道官有一條滷水蚵 還有一條黑蚵 黑蚵是烏西 烏西 在黑蚵超頓 我告訴你 要換武功那裡 要幫你做一個 做焦水潭的蘭荷園 就是為了中科世襲 不然就是為了國光石化 這樣 現在要幫你做 要營收幾千公圈的龍殿 那都是肉殘 上肥的殘 要幫你做什麼 你知道嗎 要幫你做蘭荷園 為了中科 為了焦水潭蘭荷園 他當然沒有這樣跟你說 他說要民生用水 民生用水都不欠 現在就不欠民生用水 為什麼要做焦水潭蘭荷園 就是因為國光石化 因為中科世襲要用水 所以在超頓 要做一個叫焦水潭蘭荷園 這不是說用水 用水的問題 他這次蒸收的肉殘 是幾千塊的 你知道嗎 那都是上肥的殘 為什麼沒有土地徵收條例的壓力 為什麼沒有 全國國那麼多 都要蒸收土地 人家今天拿出來的訴求很簡單 第一 要有公共利益的時候 才可以蒸收土地 就是絕對必要性的時候 這要蒸收土地 這有正義嗎 這應該沒有正義 第一 你要要人家的殘 要照刺激 你要人家蒸收土地 要比較刺激 介紹要比較刺激 絕對必要 你會建商藥嗎 這就是 這條例如果通過之後 我們就有更大的約束力 第三很簡單 要人家葬他 對不對 這都想起罵的 人家的肉殘 你剛才說巫師 當然我對他人家沒有了解 巫師 如果是去給他 用藍荷園的料 巫師送他 因為畢型畢貌都會改變 下有那些土地的變 你如果想 本來是一條柿 現在變一個水壩 就像櫃子 我們帶你帶起來 我們藍荷園是很難問的 其實滷水器還是從藍荷園出來 滷水器在我們藍荷園 第三 流進狀化去 OK 發水的水源地都在我們藍荷園 這邊帶你帶一個櫃子 去藍荷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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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要幫你 OK 還要幫你製造一個 焦水潭藍荷園 我們要共用國光還是中科士区 對吧 他本來有一個大渡藍荷園 也是大渡市 他就是大渡市要建一個大渡藍荷園 那是台中館 對 他也是供水要給中科跟國光石化 所以我們知道現在國光石化 沒要去藍荷園的石地 所以這個大渡藍荷園 他就變成說 也是經過很多空間 他現在可能也沒要去 所以他沒有長期的水源的時候 可能你說的那個 那個焦水潭 其實是台灣很多地方 他都由水源頭砸水就對了 他這個大渡藍荷園沒要去 他沒水 他就去想到七六比準這條百年的水準 他也是由水源頭砸水 都是一樣的這個方法 那因為我請教 我幫他搞懂 就是說 你說那個 這邊 他這樣砸水嘛 那叫什麼七六比準 七六比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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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他會 三公爵盤 沖的土甲 要帶一條大渡藍荷園 是兩公爵盤的大渡藍荷園 他大概是 沒有到兩公尺寬 但是他會挖兩公尺 五 兩米半的寬度 好 那麼 你說那是為了六千和中科 水 那只為了中科 那六千的水呢 六千的水 六千的水 迫使農民沒水 沒水 沒水 第一 沒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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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荒田嗎 重點的水 不是 第二 你還可以求第一下水 就是說 你水不夠你就打水 但是現在農民 打水已經是 要再打很清 很清 再打沒水 我們那個地方 地層下陷 嚴重區 李鴻元在去高鐵 不是高鐵不能開嗎 不准踏水 對 他去高鐵那邊探訪 就是說我們那個地方 地層下陷嚴重 地層下陷嚴重 他現在可能不敢說農民的情 要風 如果說他叫大家農民風景的話 那這個已經是全面的滅農 但他現在還不敢 但是誰知道 你知道幾年後到時候 情緒全都變了 所以你沒水準的水 到時候 你還不能亂 這樣我們農民站出來 我們農民的意思是說 你賣我們第一山 不是賣我們而已 你賣我們就是賣國家的牛市 是 好 那麼來賓都還要再補充 老實講 沒有整個農民的 憤怒跟抗爭 台灣真的不曉得 情況變得這麼的嚴重 那麼按照彭明輝教授的說法 這都是你草地皮 建想要求 那麼 是因為 因為這個裡面牽涉到 非常多人的利益嗎 那麼 如果再這樣下去 台灣的農業 台灣的農民 台灣的地貌 以後會變怎樣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